據路透社報導 這項抵制加班文化的網絡運動 由四名應屆大學畢業生發起 不料卻引發巨大共鳴 迅速在網絡走紅 截至10月14日 已經有超過4,000位網友註冊 並分享了自己所在公司作息的時間表 其中不乏阿里巴巴 百度 騰訊等知名高科技企業 根據網友分享的數據 目前絕大部分公司維持每週五日工作制 但很多員工每日的工作時間 卻高達10至12小時 由於競爭激烈 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加班現象 早已是家常變化 導致員工超時工作 不僅失去了私人生活的空間 也損害到身體健康 雖然在中國996工作模式屬為法範疇 但加班文化仍然在很多企業中盛行 我現在已經開除了很多人的電話 也不行了 我現在要帶領 我現在又是家常變化 也不會有很多人的電話 也不會有很多人的電話 也會知道 我現在把電話 還會反應 感谢观看